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也向大会提出了侨胞身份证落实和侨胞权益保护的建议 得到积极肯定的答复 两会期间 他也见证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如何屡职尽责 共商国事 他介绍说 中国经济的发展始终是两会热点问题 大会充分肯定了华侨华人的贡献 让海外华侨华人倍感温暖 他呼吁旅法侨胞紧密携手共同奋斗 书写桥界发展新篇章 李成元代表使馆李乔处 欢迎孙少荣会长列席归来 他表示 这是旅法桥界的集体荣誉 他感谢孙少荣会长第一时间组织大家座谈 共同关注和深入学习两会精神 希望大家今后继续通过各种形式 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反映侨胞关注的问题 为侨胞谋福祉 共建和谐桥社 座谈会上与会桥林热议两会热点 畅谈侨胞发展新机遇 这次我参加正习第十三届二次会议 在北京隆重举行 那么我感觉到很光荣 很荣幸 确实就是一次利息终身荣誉 但是也是一个担当 我把这一次两会精神带到这个法国 希望我在这个法国桥节里面呢 能够把大家聚在一起学习两会 学习两会精神 那么在这一个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 和这政治习商会七十周年之际 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参胜 祝我们祖国人民幸福安堪 当天下午 法国青田同乡会还举办了 家乡丽水践行两山理念精神传达会 孙少荣表示 在丽水两山发展大会上 市委书记胡海峰做重要讲话 引起海内外丽水人的强烈反响 践行两山理念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和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的 两个较快增长 不仅关系到家乡百姓的生活 也牵动着丽水海外华侨华人的心 海外丽水人以家乡加快高质量绿色发展为荣 法国华人卫视百里报道 华人电视连接中外 传播中国文化 讲述中国故事 打造中国品牌 最接地气的海外媒体平台 文化交流 经贸合作 旅游推介 市场开发 产品展示 品牌设计 展览策划 影视制作 活动组织 您的各种需求都会变成我们的行动 用创造回馈期待 让合作绽放精彩 华人卫视 国际品牌的舞台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